各位生活城市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给你们333 三种最快方式移民到美国 还有三个原因 那再来给你举三个家庭的一个例子 所以今天要给你333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明什么样的原因你想要去美国 从古至今到现在呢我想大部分的人要移居 都是为了家庭子女的教育 教育之后呢我相信孩子长大了 孩子成年了他需要一个就业的市场的资源 那现在呢在台湾的整个的一个氛围之下 是到美国创业 所以是一个企业市场的一个契机 所以这三个原因多半是一般的家庭或者个人或者是企业 选择要到国外去的最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会去到美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到的一个教育资源 美国的确是世界的教育之冠 那么从他的初中高中 以及大学到硕士 我相信在这边我不需要多说 美国 就是一个教育之冠 当然了美国的一个市场之大 所以呢 毕业之后的学生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就业市场资源 这个也是全球之冠 很多人在那边的一个就业 他的一个薪资或收获 还有呢 美国是没有一个顶的一个 Promote的一个天空的一个市场 当然现在呢 就是因应这个护国神山效应 到美国发展的企业更多了 所以这是第1个三 三个原因你要到美国 当然在这个众多的一个原因理由之后 你就会想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类别 申请去美国呢 还要快 那首先呢 目前市场上最夯的是一个E2 他是一个 号称小绿卡 最快速 一般大概是六到八个月 你就可以全家赴美 你可以在那边就业 你可以在那边读书 所以E2一直有一个小绿卡之称 再来第二种呢 是一个跨国企业 所以呢你在台湾有一个 母公司子公司或分公司 甚至一个关联公司 你到美国也有一个关联性的子母公司 或关联公司 那么这样的一个高阶主管的派驻 你就可以 申请一个L 那当然呢 还有第三种就是所谓的EB5投资移民 如果呢 你并没有这么急迫的 立马要去美国 那你可以在台湾 慢慢等 那么就可以做一个投资移民 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 那因为您的投资 将资金来源解释清楚了 就可以选择EB5 所以这是四面上 10下 最夯的三种类别 小额投资E2 快速赴美的跨国企业经理人 L1 以及 EB5投资移民 接下来呢 我要跟你举个三个例子 就是第3个3 我们 亚瑟有一个家庭 他说 爸爸很忙 他的事业在台湾 要在台湾赚钱 那么所以呢 妈妈带孩子去 你可以选择EB5 你甚至也可以选择E2 因为呢 有些上市公司的董娘说 哎呀 我的税金跟美国不相有 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我只为了陪孩子 那你就可以申请E2 那当然呢 你很幸运的 你是一个 美国跟台湾都有 子母公司 关联公司 分公司的 这样子的一个relationship 那你可以选择 高阶主管 经理人 那就是申请L1 那当然有些的家庭 为了考量是说 我全家都要去 那你就可以投资 EB5 那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333 三个原因 三种类别 三个家庭的举例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谢谢 生活城市报的观众们 谢谢您